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4月20号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各位老友记,早晨 是,有我们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材士真丁好,大家早晨 是,还有我家山山的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就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钟仔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山冷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多谢大家 好了,这一节就是说一件事 没得没得没得,让我先说一说,不好意思 各位网友,如果你可以的,帮一帮我们 看一看你自己的订阅有没有被人退订了 因为有很多网友反映来告诉我们 他们就是被家里的心王和激男人士 退订了我们这个频道 希望你可以看一看,帮一帮我们 因为有些网友也说自己就算订阅了之后也收不到这个通知 希望你可以按个小钟仔 我们有片出就会通知你 不好意思,插了家产讲话 没问题 应该的 应该的 那是这样的 现在美国这边就说大小就是要五月重开 有些州已经先重开了 大统领甚至说大家要解放 我们昨天说,我要解放美国那几个州 迫到那些州长都说我们会看着指引,决定什么时候解放开放 那一来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可能有钱人都支持不住了 那二来呢,今天有些电视台已经扣路了 大统领是极度要求重新做过这个叫做 可以搞竞选活动 是,campaign 哇,真是趋仗 我看见真是,好像是这个鱼毛马那样 基本上是极度自私 但是其实在科学举证那一派呢 就这个福利,Anthony Fousey Fousey就说到明了 大家要预了是很大获的 第二波,不要说我言之不遇 第二波一定会来 今秋是一定会来 大家是要小心 而他已经说到明了 我预计第二波,因为你们这样搞第二波一定会到 今天我看到有一篇访问 就是访问了一个耶鲁大学的健康政策及经济学助理教授 就问了他 就说美国福公子男三个阶段是怎么看 这位教授呢 就是华人来的 叫陈希 他就说 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计划 每个阶段就不同 不同形式的防空放松管控 复工是有一系列的严格的门槛的设施 就有三大类六个标准 各地才可以开始复工 比如确诊病例要在14天之内 呈下降趋势 同时阳性检测出率都要下降 这两个指标代表含义不同 那就是很科学的东西 那我禁止了它 有估计 美国必须要弹道每周至少能够检测75万人 那时候才可以在全国范围复工 还要有配置措施 好像福奇 就是刚才我说福利先生 福奇先生提到的免疫证书 就是大规模的检测之外 还要有大规模的抗体检测 迅速确定哪些人体内有抗体 一年内不会再次感染 这些人才可以复工 而第三个条件就是 复工的门监之一 就是要医疗设备 必须准备充足 以应付下一波 第二波的发生 所以不单止是对新冠病人 有处分的救治 而是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要准备好 才可以 这个不单止是 原本你用的社区医院的场地 就是不单止要医疗新冠病人 而是用于收治一些非新冠病人 以防止有其他的病痛突然间一起发生 一起爆发 就是流感加新冠的 你真是死 你真是会很大件 因为今天已经累计有三万九千人不在了 真是 你说 美国 三万 不好意思 刚刚说了数据 是四字头 已经 唉 真是 唉 然后再去问 这位教授 陈希 问他 白宫在新闻会上说 指第三阶段 会在未来几年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即是社会进入了全面开放的第三阶段 但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病高危人士都要保持社交距离 你认为这种状态会有多久呢? 教授就这么说 对于易感染的人来说 因为他这个死亡率很高 就是年纪大有糖尿病那些 确实是需要维持一定程度的疏离政策 即是所谓社交区格政策 可能就要到年 要进入复工的第三阶段要捱到年底 而现在之后的新常态要多久呢? 根据估计都要持续到明年 几日之前 波士顿大学成为全美第一间 秋季都可以上学的 上网科的大学 要一两年之内 整个社会都没可能变回以前的状态 这个对于经济和社会都是长期的 所以对于现在的人说是幽形犯 反弹还是L型复苏 由于经济受影响是一至两年 如果是一至两年就是U型反弹 而根据估计都是U型反弹的多 因为是一至三年 如果你要看那些人的反应 而且州和州之间还没协调好 随时会令到交叉感染 因为现在有29个州的病情不太好 有29个州其实就不太严重 还可以提前回来的 回复工 但是如果有什么州可以率先复工呢 就这样问 这个就说29个州里面 很多是中部地区 是可以 病例可以较少 但是问题就是检测量不够 所以是一个移民 如果说第一批能够回复工的 应该是加州和华盛顿州 因为他们的产业结构 跟他们的产业结构相关 加州的产业结构 就很适合一些人 在Home Office 就是它大部分都是 你想想想 IT业 而纽约州都是集中在 人和人之间的 金融业 复工要多些时间 美国总统没有权力 命令每一个州长 去执行复工计划 只有在大方向指导上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三个复工阶段 这个是指引你们自己决定 但是大统领就衰革 鼓动一些人 人斗人去逼 就是 跟这些州的闹发 是啊 局部地区开放就会有问题 假如有些人是在第一阶段 有些人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的人逼他开了去第二阶段 究竟你只要有人流 就会有这个传播 究竟怎么搞呢 根本就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协调 是啊 那这事又再问 记者又再问 在美国东岸七个州西岸三个州 中部七个州 承认那些很小的区域联盟 去决定复工上的深度合作 那是不是可以符合美国的方式呢 就是这样说 那教授都说 现在这种合作模式有个初刑 但是没有约束力 譬如说 在东北 美国东北的七个州 都是属于民主党的 这些州份都有个敌人 就是大统领 大统领急于复工希望 但是这些州和它对俗国安 所以才会站在一起 但是有些州还是跨党派的 如果美国有一天 有些跨党派的州 组成联盟呢 就会比较好 现在最担心就是州和州之间的传播 因为这样搞法 那到底 而 这个大统领刚刚说的 就是说 美国已经过了高峰期了 那你怎样看 那 这个教授都很忠肯的 就说 疫情呢 就到达了高峰的了 那 那现在每天 不在的人 顶不住的人 都是两千多例 新增感染呢 就三十k 就是三万 但是都不可以说过高峰期 这个高峰期 就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同的州就不同 那 但是 关键高峰期是持续多久呢 持续得越久 累积的病人越多 就会令到你的医疗系统 对不住 顶不住 所以 他个人认为 大统领又说大了 他越来越心急 那到底是心急些什么呢 就是 根据现在完全停摆之下 每日的经济损失是一百九十亿 美金 耶鲁大学教授就发表过 美国公布二万亿美元救助计划 预测是十个星期而已 大统领都害怕 就来用完了 如果再没有新的刺激计划 新领失业救济金 现在已经二百二百二百万人 现在已经二百二百万人 二百二百万人 二十二个万人 二千二百万人 这样搞下去 政府根本是顶不住 这个难度实在太大 所以他才是这样 那如果初步复工之后 下一个阶段是怎么办呢 那就要检测 无论怎样 好像南韩那样 不停地检测 检测下去 美国的检测数量 一直上不了 并不是缺乏试剂 而是医院的人 根本就没有动力做测试 政府给的保销比例又太低了 医院测试了不赚钱 所以先几天 大统领和美国医保局合作 整了三百亿 加大了检测的报销比例 就是等你下层那些人 就是你给钱 那些人就做检测 那些人不给钱 那些人就做检测 那意思 然后就刚才说 福奇认为一定会有第二波 怎样看 他就说 如果全面复工 最有机会出现第二波 天气变暖 那些人在外面活动增加 就有利于病毒传播 美国人 内液能力不强 空调使用率五月份 那些人就增加得多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 复工指南 只是由收到放 总之在疫苗 出来之前 最实际的防御措施就是 放一次收一次放下 放下 放下 下一阶段 就再看又怎样做 如果是一两天反弹不停的话 就是要看病例就是说 下降又上升 如果一两天反弹问题 反弹了又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突然间 一连气上升几天 就是第二波 大家自己醒爬 就是这一个是 是这位教授所提的 所评论 是陈希教授所评论的 那基本上 是和福利先生说的一样 就是大家要醒爬 第二波是秋天一定会到 那没什么必要 如果大家在香港到时候 都想去美国玩一下 那不要想秋天節 不要想 不要去北美洲 真的大什么 这些东西 通常这些东西起码两三年 我和医生谈过 他说其实有疫苗就最好了 要不然你都要等六成就两三年了 总之医学理论上 疫苗都要等最快12个月 我当你现在开始 就是他二月份开始 好像英国已经说了 九月应该会有第一批做到 这样说 九月份才有见到希望 全世界的旅行才可以 是什么 是啊 其实我们这里也是预认了 英国就很放风 九月份才全部开回国际航班 我们这里应该都差不多了 是否都应该搞到九月份 那些国际航班才恢复正常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希望他不要 我希望他早一点 就是我自己是 想去广州是吧 不是 我有些时候去北京 已经拖了很久 本来是年初的时候已经要去 就是三月的时候已经要去 结果就去不了了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 所有事情都停了 那现在 现在很麻烦的一件事就是 你去到又要停十四天的话 结果你很难预计那些时间 你停十四天 接着才可以做事 你做三四天 那时候 本来是三四天很方便的事 就变了要十几二十天 回到来又要再做一次 变了是 就是你搞一次出行 就要三十几天的时间 的代价 不是个个给得起这些时间 时间消耗得太可怕了 真的 因为时间是最大的成本 做什么都是时间是最大的成本 所以 很头痛啊 这些事情 到现在都是搞不定 尤其是你经常飞的人 其实我现在就飞少了 唉 都没办法了 那我就听到 就是 有些朋友就说 其实有些 Essential的那些 航空线都要开的了 如果不是整个国家停了 就很难的了 但是 航班很少 还有那些 和那些 去的地方比以前少很多 只是可以 贯穿几个capital city 我听到就是这样 只要是这样做 没办法了 大家都是 尤其是现在这个日子 其实我听到很多 网友说 其实在家工作 比office工作更加辛苦 辛苦很多的 因为你一定要交货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从来都是交货的压力 是最辛苦的 现在当然有很多人 其实很想回到office 因为你在office就这样坐 别人都会给你钱 就是那个情况 也是这样 有很多人想这样 但是很难的 我也想 搞着搞着搞着 还要搞着小孩 哎 哈哈哈哈 其实我也很久没有 问过实验室的气味 哈哈哈哈 因为以前 常常取沙样 取土样 以前是很讨厌的 实验室就不来 但现在 原来是这么香的 都很久没有问过 那 这样说 其实 现在我看到 就是澳洲 我只是说市面 黄金海岸 真的很大密合 你也知道 做旅游的 那 餐馆的话 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是根本 其实它可以做take away 它不做 直接不做 可能 可能觉得 不如一次过搞定它 但是我觉得 如果有一天做 都要做住 否则 因为店主要教 如果你自己的物业 就不同 我们也说过 小生意 就是小牌子小生意 那些 自己的小商户 都是坚持 疫情期间 都是坚持自己开店 比如那些 什么花店 那些 那些 买那些食品 就是小手饰 可能是自己的东西 所以 都有坚持大牌子 那些 什么HMM 那些 甚至 就是 苹果店 都全部关掉了 就是这样 好了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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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